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哎呦 聽說要去日本旅遊 哎呦 日本好好玩耶 怎麼會騎手機呢 每天去啊 你錯過 我好羨慕你啊 對 還好啦 還好啦 那這樣子應該很會說日文吧 其實不太會 那要怎麼公通 就阿一唷 比手畫腳都好了 哪有英文可以公通啊 當然可以啊 他們英文程度跟我們英文一樣差不多爛了 很爛耶 對 所以不用太難的單字喔 好多啊 歷史歷史啊 這樣就好了 我這樣可以講很簡單耶 對啊 而且喔 日本很多我們的漢字都看得懂啊 我們看得懂啊 許多人都公文字嘛 所以你用猜單都猜出來什麼意思 但是咧 有些漢字喔 你可能猜一輩子都猜不到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很奇怪啦 就是跟我們中文意思完全不一樣 看不懂對不對 沒錯 今天就要介紹十個非常實用喔 去日本旅遊必學的旅遊漢字 介紹給大家認識一下 來 第一個單字最讚的 要教大家的就是 無料這兩個字 無料不是說在裡面都沒料 也意思就是 不用錢都free的啦 看這兩個字就爽了啦 像這個咖啡喔 就是讓你喝香啊 喝麵汁的 啊 爽了 整個滾皮了 但是咧 有些不是加無料跟它忙進去喔 你來看到這個 無料按內鎖 就採碗在裡面喔 不是什麼 不用錢的招待什麼 喔 那個進去才過耶 那只要開來開也完 採碗在裡面 這樣就賠你喔 我們吃拉麵的食物裡 就賭到這兩題 體育 體育 體育是三個 簡單的意思喔 體育就是 麵在一坨啦 像這個拉麵店寫 體育無料 就是可以免費加一坨麵的意思啦 負負的時候咧 看到兩個字一定要眼睛為自己亮 那兩個字就是 雞鞍啊 雞鞍的意思就是咧 雞鞍的意思就是咧 外貨兩替 外貨兩替 啊這個兩替是什麼意思咧 不是說要賣什麼的外貨喔 兩替就是換錢的意思 所以外貨兩替只是換外幣的地方啊 你如果購買太多錢 你如果購買太多錢 你如果每次的現代幣 你會這樣換錢就對了 好餐廳的時候 看到這兩個漢字 你也要送一下喔 放蹄 它的意思就是咧 吃到肉啦 比如說這個 農米放蹄 就是兩千塊的飲料啊 酒啊 喝到飽的意思 或是燒肉放蹄 就是燒肉吃到飽 放蹄就是吃到飽的意思 來日本一定會大肆的shopping 但是要注意喔 日本買東西它是有消費稅的 所以你看到商品的價格的時候 有稅入和稅波 就這稅入69的意思 就是不用再加稅 已經有含稅了 但如果是寫稅過的話 表示它沒有含稅 就這東西要賣100塊 你就再加8% 就是要拿108塊的結帳 最爽的是什麼 最爽的就是那塊有稅入 你給我給你免稅啊 標示你還可以再退錢啊 是最爽的 在要送電的時候 你常常看到這兩字 劍本 什麼意思呢 就是樣本的意思啦 通常會出現在一個空殼上面 有沒有 一個有點高單價的東西 你就拿這個空殼去結帳 就沒錯啦 他就會拿真的東西給你了 不要想說 欸 阿拉都沒東西 這麼貴這麼貴 錯啦 拿到這個樣本 去貴台結帳就對了 呦啊呦 你看這間店 掛一個方向四度鐘 不是營業鐘喔 是準備鐘 我們已經QK打烊了 你都輸了 在日本地鐵搭車的時候 你會看到一台精算機 要精算什麼呢 就是補票的意思啦 像如果你票價不夠 又不好意思去找帳戶員的時候 就可以利用精算機來補差價就可以啦 還有在餐廳也很常見的兩個字 注文 注文就是點餐的意思啦 你要在迴轉壽司服 你要點餐就連這個注文就對了 你知道嗎 注文就是我們台語的 注文咖啡衣服 點餐 嘻 真的要放得好實用啦 是不是欸 不枉費我們去我們都是日本啦 那這樣叫他現在實用的東西嘛 日本女友達人 還好啦還好啦 這次也有再喝湯而已 什麼東西 半島里 我最愛的一位女優 欸他的Live-watch-DVD 那是什麼棒呢 你怎麼站起來啊 怎麼站起來啊 你怎麼站起來啊 站起來你點餐幾次啦 怎樣啊 我剛剛什麼時候說女優 女優就是那個東人 是人公的最簡單喔 對耶 女優他的漢文語歌詞 就是你演員而已啦 不要講太多啦 那是AV女優 AV就是 女優 我剛好叫泰哥 我正人君子 正太妍工嘛 她叫AV才是 對啦性人結意就女優啊 诶 女演员嘛 那你那次带来的是 诶 这是那个沙叉美AV女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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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